这晚是闺蜜趴 季星图小萌莉莉三姐妹这么多年来 隔一段时间就汇聚一下 时间不会很固定 但是只要有人组局 三人基本上是随叫随到的 今晚上的组局之人是图小萌 一见面 莉莉跟季星就发现了 图小萌一脑门子的怨气 这是怎么了 季星拍了她的肩膀 谁让我家可爱的小婶婶了 我跟莉莉去揍扁她 图小萌看了她一眼 并没有说话 服务员上来点菜 之后退了出去 哟 这看上去急得不轻啊 莉莉接上之前的话题 说说吧 这都怎么了 这么生气 莉莉给图小萌倒了一杯酒 这家餐厅是他们三个经常来的餐厅 酒是之前存的酒 服务员很是自觉地看见他们来就把酒拿了上来 我要跟露林家离婚 图小萌恶狠狠地说道 则 姐们上来就玩这么大 不好吧 莉莉拿着酒杯晃了晃 红色的液体给酒杯弄出很好看的眩晕 她并没有喝 而是看了一眼酒杯 再看看生气的图小萌 怎么了 吵架了 恩 吵架了 吵个架而已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至于吗 季星也百无聊赖地晃晃酒杯 小婶婶 你要注意影响 你这吵架就离婚 小心给我们这些小杯们做了不好的榜样 去你的 图小萌被季星这种腔调差点给弄笑 我生着气呢 你少阴阳怪气 季星跟莉莉对视了一眼 之后两人很有默契地没有再说话 他们就不信 图小萌还能憋住 果然 几分钟后 图小萌就开始自顾自地说了 他灌着女儿 灌到连底线都没有了 我说了几句 他就跟我急眼 突小萌气氛地说道 重点是 我女儿向着爸爸 女儿看见我们俩吵架 他也向着他爹不向着我 我就越来越气 季星跟莉莉再次对视了一眼 说起这个啊 那可是 所有当妈的都太有发言权了 服务员上菜后 又退出去了 三个人于是就边吃边说 小婶婶 说起这 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孩子就是这样 谁管她她跟谁不亲 谁管她她就跟谁亲 所以当个妈太难了 谁说不是呢 当妈不义 来吧姐妹们 干了 莉莉举杯示意大家 你们想啊 女人有孩子后 需要操心的本来就多 每天操心来操心去 还没有人把咱们放在眼里 孩子跟老公还唱反调 这谁不发疯啊 图小萌说完这话 自顾自地喝了一口酒 季星跟莉莉正想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却不想 图小萌喝了一口酒之后 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过 姐妹们 我有时候会觉得 生个女儿她早晚会礼戒当妈的不容易 但生儿子的就不一定了 这逻辑转变得快 季星丽丽是万万没想到啊 而且 季星还有双倍的儿子啊 小婶婶 不带这样戳我们心窝子的 你家小婶婶连你飞管子都戳了 不得不说 姐妹们之间的聊天 跳跃性有点大 不对啊 我刚刚可是在说我要跟洛林家离婚的 现在这是聊到哪里了 图小萌意识到这一点 小婶婶 这不重要 不重要 图小萌无语 都说要离婚还不重要 也难怪 自从三人结婚有孩子之后 他们聚在一起 基本聊的都是老公跟孩子 而且 大部分时候都是吐槽老公 基本上 今天说了离婚 晚上回去估计就如交四期了 所以 大家喝几杯 吐槽一下也就过去了 不过 这晚上季星回去的时候 却是发生了一件事 这事 直接让季星也想要跟韩婷离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